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特别是第三方知乎 这种情况 它推动了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使互联网金融的应用 在金融行业的应用方面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连国际上也都公认 而且很多方面走在前头 所以下一步怎么发展呢 我们调查的意见就是说 我的意见就是说 它是支持 当时在监管基于常态 审慎监管的原则 既支持创新 又严控风险 支持的重点就是 包括根据我调研的情况 就是支持互联网金融机构 乃至新的金融业态 并且抽进传农金融 首先向农村这些地方 加大力度 发展农村中间的金融和铺 就是铺费金融 第二点就是解决 我们市民和我们广大群众的民生中间 方便快捷的便民服务 就是说为民服务 习近平总统一词强调的 第三方支户 小微支户以及二维码支户 它既减少现金 一样我们国家投放的现金量减少 只是宏观上的 它更是方便每一个老百姓 可以一部手机出行 越来越多地成为老百姓的现实 它这个就是借助二维码支户 同时与之相适应的第三个就是 它可以方便一些 互联网金融 方便一些城市的智慧管理 另一种大授举 智慧管理 另一种大授举的技术 然后使互联网金融的服务 遍布着很多收费 交费 比如说水电交费 就不需要老百姓到银行去排队 很多交费 这种办法 甚至今后的医院的挂号 现在已经在做了 学生的交费 这些情况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指纹来使用 当然这个使用过程中间 也要防护风险 它有身份识别问题 所以 我们在这间店里面 这种怪我 这种怪我 是可以通过 在这间店里面 可以通过如此 这种怪我 都可以通过 这里面